差不多五点的时候 我赶到幼儿园将闺女接上 刚回家 就见婆婆做好了一大桌子菜 老公也在 这还真让我有些惊讶 这不怪我 实在是结婚这么长时间以来 她从未这么早回过家 每次问的时候都说工作忙 得加班 还有婆婆 这么勤快还真不像是她的风格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刚吃没两口 婆婆就开始了 然然跟你商量一件事 这话一出 我就知道接着正题总算是来了 我不动神色 等着她的下文 妈 那个 还是我来说吧 老公放下手中的筷子 神色有些紧张 然然 我想过了 总这么在厂里窝着也不是回事 我们打算自己开个公司 但这创业离不开资金 她说得为难惆怅 话还没说完 婆婆就插话了 是啊 这创业怎么能没本钱呢 然然 你不是有套房子吗 用来抵押这钱不就有了 也不是要你的房子 就周转一下的事 你是她媳妇 这忙可一定得帮 再说 她这么做 还不是想让你母女俩能过得好点吗 她一张嘴巴巴巴 说的那叫一个大义凛然 仿佛我要是不忙 那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了 老婆 你就帮帮我吧 我保证等公司走上正轨后 加倍补偿你 周旭加了一个虾 放在我碗里 讨好的说 那是我最喜欢的菜 记得当初恋爱的时候 也是这样 她总能将我的喜好 记得特别清楚 每次跟她在一起 我都感觉十分舒适 也正是因为她这份体贴 我才渐渐陷入 她的温情当中不可自拔 什么会对我好 会让我一辈子幸福 全都是骗人的鬼话 婚后全都变了 但凡我跟婆婆有矛盾 她说最多的字就是忍 我又不是忍者神规 为何处处要忍 说实话 这样的生活早就过够了 要不是看在往日的情分 以及女儿的份上 或许这段婚姻 早就不复存在了 本以为退一步 就这么将就着过吧 却没想到 我的宽容大度 却让他们更加得寸进尺了 周旭 你创业是好事 但也要考虑实际情况 做生意是风险的 先不说你能不能成功 咱家现在就靠着你一人的工资 每月还得还五千的房贷 你要创业了 这房贷怎么办 还有家里的花销 难道大家都不生活了吗 我有些不耐烦地 讲着家里的实际情况 婆婆的脸却立刻拉了下来 但不等他们开口 我就直接拒绝 你创业 我不反对 但想打那套房子的主意 不可能 我一正言辞 说话不留一点余地 为的就是让他死心 不是我小看他 就他现在车间主任的职务 还是婚后 大哥为了我能过的书心 悄悄给他开了绿灯 否则就凭他一个毫无背景 刚出学校没多久 还没任何工作经验的愣头小子 怎么可能在短短两年内 就升职为车间主任 对于一个十有八九惠煌的事情 我又怎么可能支持 但他们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知 婆婆更是大怒 你也知道家里就指着我而一人 那为何不去工作 既然你是我们老周家的媳妇 这忙就必须得帮 否则就带着你那赔钱滚出去 永远别回来 老婆 你就答应吧 我都调研过了 这次创业绝对会大赚 妈妈也是为咱们好 你多谅解点 老公再次跟婆婆站在了一起 我茫然一正 没想到他们竟如此无耻 要知道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虽说是老公在还贷款 可没有我爸妈出的七十八万首付 就凭我俩的实力 这房子压根就买不起 还有 什么叫我不工作 婚前说什么会把我当亲闺女 一见我生的是个闺女 话都没说一句扭头 就回老家了 要不是将老家的房子卖了 给小叔子买婚房 没地方住 他又怎么能来 看在老公的份上 我忍了 想着有他帮忙照顾闺女 我也能放心上班 毕竟 再不喜欢也是亲奶奶 总不能害他的亲孙女吧 况且孩子都大了 就接送个幼儿园 也好待 可我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故意 将孩子丢在幼儿园 等我快到家时 他才匆忙 将孩子接回来 五点左右放学 我九点多才能回家 他硬是让孩子 在幼儿园多待了四五个小时 还威胁孩子 不许告诉我 这是亲奶奶吗 这简直是恶魔 一想到这里 我就恨不得将他碎刀万剐 可老公是怎么说的 妈年纪大了 他就那样 咱做晚辈的多忍忍就行了 忍 又是忍 我真是受够了 要不是看女儿 还小需要爸爸的份上 我早跟他离婚了 从这以后 我就辞了职安心 在家带孩子 反正周旭当了车间主任后 每月也能挣八九千 除去房贷 省着点花 也就够了 他虽很忙 但除了碰到婆婆的事外 对我们母女 还是很贴心的 周末会抽出时间 陪闺女去玩 节日更是会送上各种小礼物 日子虽过得清贫 但好歹与婆婆相安无事 同在一个屋檐下 各各各的 也算清静 本以为日子能这么一直 安静平和地过下去 却没想到婆婆又出幺蛾子了 为了她 为了这段感情 为了这个家庭 我处处忍让 包容 为的就是能好好过日子 却没想到 正是这样 他们才觉得我软弱可欺 越发放肆了 老虎不发威 还真当我是病猫呢 不回就不回 小贝 跟妈妈走 我愤然回怼 背起包 牵起闺女的小手 就大步朝门外走去 然然 别闹了 天都快黑了 你能去哪 老公拽着我的手阻拦 眉宇间皆是不耐烦 让她走 还真当自己是富豪家的大千金呢 有本事一辈子别回来 正好妈在给你 娶一个漂亮贤惠的 婆婆嚣张不屑的话 从身后传来 我停住脚步 却让他们误以为是害怕了 怕了吧 那就乖乖将房子抵押 等我儿子创业成功了 你也好当个阔太太 婆婆挑眉 满脸得意 仿佛笃定了 我会像往常那样 再次妥协 但她这次失算了 周旭 日后你要想请我回来 必须让你妈给我 与小贝磕头道歉 我盯着她 眼眸里带着狠力 然后带着闺女决然离去 呸 什么玩意 想让老娘磕头道歉 没门 雪儿 让她带着那个赔钱货 赶快给老娘滚 我就不信 他们能在娘家 一直住下去 婆婆的叫骂声 从身后传来 是那么的趾高气扬 呵呵 他们如此嚣张 不就是料定了 我无处可去 娘家人也靠不住吗 可他们如意算盘打错了 当初跟老公在一起 我并没有将家里的真实情况说出来 只说爸爸是一个富豪的司机 干了几十年 这才赚了些家底 当初与婆婆见面的院子 也被我说成是主家联系 才让我们一家住在那里帮忙看院子 但其实那套四合院是我们家族上的 而大哥也不是什么公司白领 而是集团董事 老公所在的那个工厂 就是大哥旗下的产业 为此他才能在婚后快速晋升 混得如鱼得水 虽然当初因为结婚的事 我与家里闹得不可开交 这些年也几乎没联系 但我知道只要自己低头认错 爸妈一定会原谅我的 冬日天黑得很快 不过是六点多点 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了这座城市 妈妈 我们去哪儿 小贝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 怯怯地问道 我蹲下身子 温柔地安慰 小贝 别怕 我们去外公那里 我将他抱在腿上 用手机叫了一辆出租车 不一会儿 我就带着孩子 出现在了一个四合院门口 这是北京二环的位置 在这里有许多古老的四合院 价值都极高 住在这里的大多非富即贵 夜色中 看着那扇熟悉的大门 我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当初我执意要嫁给周旭时 全家人就不同意 然然 你可得想清楚了 周旭那孩子出身穷苦 要想在北京这座城市站稳脚 找个当地女孩 无疑是最快的捷径 而且 他们明知你肚子大了 却一分彩礼钱也不拿 这显然就是没诚意 想故意拿捏你 就这么嫁过去 你迟早地后悔啊 老妈一句句温柔劝告的话语 在我耳边回荡 可我被爱情迷了眼 不管不顾的一头扎进去 如今才明白爸妈的良苦用心 为了让我能过得好 他们主动出钱给帮我付了首付 知道我性子倦 特地在我住的地方 花二百万买了一套六十平的小屋 为的就是我过得不舒心了 能有个去的地方 这些年也正是这个房子给了我独处的空间 让我能得以喘息 现在想想 当初周旭借着给我庆生 在酒店里与我喝的鸣顶大醉 未必不是他故意算计好的 就那一晚 我怀孕了 也加速了我们结婚的进程 为了与周旭结婚 我与爸妈大吵一架 五年了 就因为自己过得不如意 我倔强地没与爸妈联系 想想 真是不应该啊 平复了情绪后 我就按响门铃 大门一开 爸妈看到我 神情一正 苍老的眼眸里 瞬间染满了泪花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老爸喃喃自语 不住地感叹 一个死妮子 这么多年也不回家 真是担心死我了 老妈喜极而泣 爸妈 我错了 我哽咽 一声道歉来得太迟 以前的事就不说了 快进屋 大冷天的 别把我的小孙女动坏了 妈妈蹲下身子一脸笑意 抱起闺女 等闺女睡着后 妈妈才关心地问 然然 你这大晚上的回来 是不是跟周旭吵架了 旁边的老爸 也赶紧坐过来 竖起耳朵 侧耳聆听 也没什么 就是周旭想创业 让我将手头的房子抵押 我不同意 就跟他吵了一架 我故作云淡风轻 但还是躲不过生活阅历 丰富的老爸老妈 混账玩意 敢打我宝贝闺女的东西 真是活腻了 我这就通知你大哥 好好收拾他一顿 老爸猛拍桌子 双眼骤然瞪大 要是周旭此刻在这里 我毫不怀疑他会被暴揍一顿 然然 这是不能轻易算了 他要不上门 你可不能傻乎乎地自己回去 听到没 老妈语重心长 一脸担忧 妈 放心吧 我听您的 只要你不嫌我与孩子 烦人就好 我笑着说 带着几分撒娇的语气 听了我的话 老妈紧皱得眉头舒展 烦什么 小辈那孩子长得乖巧 我巴不得你们在这儿住一辈子 你妈说得对 放心住着 她周旭要不来 正好 老爸养你一辈子 老爸霸气十足 隔天 我刚睡醒 带着孩子出来 就看到大哥嫂子回来了 哥 嫂子 我有些哽咽 要不是心里真的担忧 怎会大清早地就急匆匆赶回来 小妹 你可算是回来了 放心 我这就给老张打电话 撤了那小子车间主任的职务 看他还怎么嘚瑟 大哥眼里全是关切 说着就要拿出手机 哥 先不忙 等吃了饭再说这事 我阻拦道 虽然心里对着周旭怨气满满 可这么多年的感情 也不是说放就能放下的 大哥知道 我的心思也没再强求 你呀 就是脾气太好了 才让他们蹬鼻子上脸 这次回来就对了 放心 有我们在 断然不能让你受委屈 嫂子也是满脸关切 拉着我手认真劝告 在娘家的日子 我过得很惬意 就连小辈脸上的笑容 也愈发多了 自从我来到家里 大哥与嫂子也住了回来 我知道 哥哥是担心我 想在周旭上门的时候 为我出头 约七天后 周旭登门了 他来的时间 要比我预想中快得多 我忍着心里的情感 没有见他 一次 两次 三次 我都将他拒之了门外 等到第四次的时候 我让他进来了 敢欺负然然 看老子不打死你 大哥怒吼着 就冲上去 对他拳打脚踢 他完全招架不住 不一会儿 就变得鼻青脸肿了 周旭 是男人 就别惦记女人 手里的东西 想创业 自己去折腾 要是再敢逼迫我妹妹 我跟你没完 大哥愤愤不平 双目心红 像一头暴怒的狮子 大哥教训的是 然然 我错了 跟我回去吧 你放心 往后家里的事 都听你的 周旭说着好听的话 满眼深情 可惜 这样的话说过太多次 我早就对他没了信任 想让然然回去也行 你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坐在堂椅上 老爸沉着脸出声了 爸 您说 我一定做到 周旭微微弯腰 毫不犹豫的承诺 一脸诚恳 一 然然那套房子不能抵押 二 亲家也不止你一个孩子 也该你弟弟给养老了 三 要再有类似的事情 这段婚姻也不必再继续了 老爸说的一条条 全都是在为我考虑 但周旭却面露难色 可他终究还是硬着头皮 答应了 没问题 爸 这些条件我都答应 你放心 我会带然然好的 他说得很诚恳 他向来听婆婆的话 能答应这些条件已是不易 原本我还有些感动 认为他为了我们母女 终于能硬气一回 可后来我才知道 他所做这一切 不过是想在离婚前 榨干我手中的财产而已 然然 我知道错了 跟我回去吧 我保证不勉强你 让爸妈也回去跟我递住 看我不说话 他将目标对准了我 虽然心里有那么几分触动 但我还是有理智的 他总是这样 认错得速度贼快 可一旦我点头同意了 用不了多久 他的心就又会偏向婆婆 周旭 我说过要想让我回去 就让你妈亲自给我 与小辈磕头道歉 我将头扭向一边 很下心 自从闺女出生 就不得婆婆喜欢 有时没事 总是被骂作赔钱货 往常就是我太过好心 才让她蹬鼻子上眼 就是为了闺女 这次我也绝不能心软 然然 妈年纪大了 就不要跟她计较了 周旭叙叙叨叨 又想让我忍 那就算了 你回去吧 我轻轻说了一句 毫不犹豫地转身回屋 心里说不出的失望 此日 我正在陪孩子玩剪纸的游戏 周旭就带着婆婆上门了 她脸色一如既往的难看 然然 是妈的错 可人年纪大了 就想要个孙子 你也得 她后面的两个字理解 还没出口 就被老妈打断了 亲家 话不是你这么说的 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 男女早就平等了 孙女怎么了 孙女就不是你老周家的重了 既然你没诚意 那就回去吧 我们陆家的闺女 是要放在手心里宠的 可不是让你遭见的 老妈脸一沉 气势瞬间上来了 亲家婶子 我们这些娘家人还在呢 你就公然欺负我小姑子 这要是跟你回去 还不得被欺负死啊 嫂子也立刻帮腔 你 你 婆婆老脸猙獰 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你什么你告诉你吧 经过医学研究 生男生女是由南方的染色体决定的 简而言之 就是生男生女由您儿子做主 你没孙子就去怪你儿子好了 跟我小姑子可没半点关系 嫂子一张嘴开开合合 就跟机关枪似的 枪的婆婆哑口无言 周旭 这就是你的诚意 大哥怒声质问 满脸怒气 要是他敢点头 我毫不怀疑大哥会再次冲上去揍人 既然没诚意 那就请回吧 老爸直接下了逐客令 爸妈 别 我是有诚意的 我妈都答应了 只要然然回来 她就搬回老家 跟我弟弟一块住 她就是有些老一辈的思想 你二老大人有大过 千万别在意 周旭弯着腰 说着好话 脸上的神情 要多 真诚有多真诚 婆婆看看老公 满脸心酸 可还是服软了 然然 回家吧 妈给你赔不是了 你看 这是我买的车票 明就走 你就回来吧 你放心 往后我一定好好疼小辈 再不叫他赔钱货了 只要你能跟小旭好好过日子 让老婆子我怎样都行啊 她老泪纵横 凄苦地看着我 一副十分委屈的样子 然然 既然你婆婆与周旭都道歉了 你就跟着回去吧 老妈给了我个台阶 我明白她的意思 既然这日子还得过下去 婆婆能道歉就行了 总不能真把人逼得跪下道歉 这要是传出去了 那就是我这个晚辈的不是了 当天我就带着孩子回去了 不过大哥大嫂也跟了上去 然然 快给我倒杯水来 可死我了 婆婆进门就倒在沙发上 习惯性地指挥人 婶子 我妹还要带孩子 哪有功夫给您倒水 嫂子揽住我坐在沙发上 当场回绝 不等婆婆有所反应 她又对周旭说 妹夫 你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到婶子口渴了吗 都说养儿防老 你这个当儿子的可要孝顺啊 看老公被编排 婆婆顿时心疼了 那个 然然大哥 你们随意做 我这就给你们弄点热水 还有水果来 说着 她就赶忙去厨房了 看着她憋屈的样子 我心里大爽 不一会儿 热水 水果都上来了 嫂子一边吃一边说 周旭 婶子年纪大了 也是该享福了 不行就请个终点宫 一日三餐 打扫家务 用不了多少钱的 再说 请个人 然然也能放心上班啊 你们小两口一同努力 这日子不就过起来了 老公连连应声 多余的话不敢说一句 婆婆却看不下去了 嘴上不饶人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这是我儿子的事情 你做嫂子的 就不要插手了 言外之意就是 你一个外人 还是管好自己吧 婶子 你这话可就说对了 儿子大了 总要离开娘的 这岁数大了 就不要再掺和 年轻人的事了 您说是吧 嫂子皮笑肉不笑 不怒不恼 就让婆婆没辙了 你 你 婆婆再次被气得 说不出话来 您老就别操心了 明天还要赶车 就早点休息吧 嫂子挑眉回怼 然后又故意对我说 小妹 走吧 咱们也去休息 你放心 有我跟你大哥在 断不能让人欺负你 她一有所指 听到这话 婆婆的脸色 更加难看了 回到屋里 我直夸嫂子厉害 我算是看出来了 像是婆婆这样 处处算计 不分是非的人 就不能给她好脸色 一夜好眠 吃过早饭后 大哥就过断开口 周旭 带着婶子早点出发 否则 误了车就不好了 这话一出 餐桌上的气氛 顿时沉寂了 老公周旭的脸 已肉眼可见的 速度黑了 她大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儿子家 我当妈的 还不能多住几天了 婆婆气势汹汹 仿佛睡了一觉 她又恢复了 原本的猖狂 我正要开口 就被大哥抢先了 周旭 你怎么说 她的声音冰冷 不带丝毫温度 浑身上下散发着 上位者的气息 大哥 昨晚 我妈不小心闪到了腰 都是一家人 等她养好身子再走吧 周旭商量地说 我就知道是这样 心里对她无比失望 什么闪了腰 明摆着就是不想送她妈回去 身子瘫了 那就去医院 是你自己打120 还是我来打 大哥怒目而斥 一双眼里满是怒火 眼看场面剑拔弩张 婆婆顿时急了 连忙说 哎 不用麻烦 小旭也是担心我这个老婆子 不碍似的 走吧 小旭 送妈去火车站 就这样 婆婆被送走了 我的生活重新回归了平静 周旭竟主动请了个保姆 还说支持我出去上班 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也不再说创业的事情 仿佛那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每天晚上 她都会抽出时间陪小辈玩 看着闺女脸上的笑容 我心里很满足 没有婆婆 我与她之间的障碍 仿佛全都扫除了 每天都过得平静而充实 有那么一瞬 我竟有种 回到了当初热恋时的感觉 我想着 只要婆婆不捣乱 就这么过一辈子也不错 可某天回家的时候 大哥却提醒我 小妹 这个周旭心思不简单 你要多提防着点 爸妈听后 也连连劝说 让我别付出全部真情 省得到头来 黯然伤神 我不以为意 认为只要婆婆不在 我与周旭的生活 就是幸福的 却没想到 不久他们的话 就得到了验证 周旭果然是对我 别有用心 图谋不轨 这天 我与闺女正在等老公 回来吃饭 没想到她刚回来 就焦急地说 然然 我弟刚来电话 说是我妈被查出了脑肿瘤 我得赶紧回去看看 那我陪你回去一趟吧 看着丈夫满脸愁色 我也有些心疼 当即将行李收拾好 将孩子送到爸妈那儿 就跟他踏上了回老家的路 原本 老公的老家是在镇上 但婆婆未给小叔子买婚房 就将镇上的房子卖了 所以婆婆现在跟着小叔子 住在了室里 没有到家 而是直接去的医院 一见面 小叔就冲上来 眼眶带泪 大哥 这可怎么办 医生说是恶性肿瘤 要想彻底治愈 没个一百来万可下不来 妈平常好好的 怎么说病就病了 要不去大医院 检查检查吧 这样也保险 我好心提议 嫂子 你说得有道理 大妈现在昏迷不醒 路上没法走啊 而且医生说了 情况紧急 最好三天内做手术 否则 性命难保啊 小叔子满脸急切 伤心不已 先让我们看看妈 周旭说了一句 就快步向前走去 很快 我在重症病房 见到了婆婆 她身上插满了书液管 双眼紧闭 一副昏迷的样子 我陪着丈夫去问了主治大夫 情况跟小叔说得差不多 夜深人静时 老公搓着手 一脸愧疚地说 冉冉 妈这样 我作为儿子必须得救啊 那个 能不能将你那套房子卖了 我真是没办法了呀 都怪我 我没能力 让你嫁给我受苦了 她自责不已 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见她这样 我心里也不好受 人命自然比钱重要 当初不同意卖房子 是知道她不是做生意的料 现在不同 虽然不喜欢婆婆 可究竟是一条命 再有能力的条件喜爱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不救啊 放心 我这就连夜赶回去 将房子卖了 听我这么说 老公激动得很 他抓着我的手 然然 谢谢你 妈那样对你 你还能如此大度 我周旭真是 娶个好媳妇啊 为了不耽误手术的进行 我连夜赶回北京 打算问爸妈借点 之所以说卖房子 也是不想让老公知道 爸妈真实的家底 人都有贪心 很早我就知道 人性是不可考验的 我宁愿跟伴侣 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 也不愿枕边人 惦记我爸妈身后的财产 回到家 我立刻将这件事告诉了爸妈 并说了拿钱的事 然然 周旭他妈病了 既然我们有能力 这忙里应帮 但我总感觉不对劲 不如这样吧 趁着这个机会 你正好将房子转到爸妈名下 这样 你手头也没什么 他可惦记的了 老妈语重心长地说 你妈说得对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老爸也在旁边劝道 我想想也有道理 也就答应了 反正答应了周旭要卖房 就当这房子卖出去了 也正是爸妈的警醒 才让这套房子没落到周旭手里 拿着爸妈给的二百万 我不敢休息一下 当即赶了回去 就怕婆婆出什么紧急情况 却没想到 我刚到医院 就听到了一个巨大阴谋 哥 这样做能行吗 万一嫂子弄不来钱 咱总不能让妈天天吃安眠药装病吧 小叔子的声音传来 让我停住了脚步 什么 装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瞬间 我脑海里冒出一个个问号 放心吧 你嫂子已经连夜回去卖房子了 等钱一到手 我就跟她离婚 这么些年来捧着她 我早就受够了 这就回去了 哥 你也太能了 把我嫂子哄得团团转 那是谁叫她傻呢 听着这一句句雷人的对话 我的眼泪刷刷往下滴 我紧握拳头 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 周旭 我咬住下唇 心里涌上滔天怒火 为了得到我手里那套房子 竟联合医院 大夫作假 她还真是费尽心思啊 想到这些年的付出 我真为自己感到不值 即便她处处跟婆婆站在一起 我都想着各种办法 将这段婚姻维持下去 却没想到 她却只惦记我手里的钱 好在老天有眼 让我看清她的真面目 我毫不犹豫地立刻转身 天快亮的时候 我失魂落魄地赶回了家 抱着老妈痛哭不已 等情绪稳定了 我才哽咽着说 爸妈 让哥给我找个律师吧 我要离婚 听了我这话 爸妈都愣住了 不明白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要离婚了 在我将婆婆装病 想骗我房子的事情 说出来后 爸妈痛心的同时 也坚决同意我的决定 再说另一边的周旭 等了一天一夜 也不见我的身影出现 她有些着急了 老婆 房子卖得怎么样 是不是不好出手啊 电话里 她关心的话说得无比自然 我还真没看出来 她竟如此会装 十年如一日的装申情 为了得到我这点钱 她也是够拼了 周旭 你真让人恶心 亏我还眼巴巴地赶路 不惜从娘家借钱 生怕你妈出事 可你们却何其火来装病算计我 既然不想过了 就离婚 本姑奶奶也不是非你不可 我骤然大骂 老婆 你误会了 她仓促地解释 我却直接挂断了电话 病房里 旭 路然将钱拿来了吗 婆婆满脸贪婪 周旭烦躁不已 没有 她好像知道我们在骗她了 听到这话 小叔 婆婆顿时傻眼了 那可是二百万呢 差一点都得到了 竟然就这么失智交臂了 他们心痛啊 分析过后 猜出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后 周旭兄弟二人更加懊恼了 别怕 妈有办法 想离婚 这房子她必须吐出来 婆婆一脸狠辣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无时无刻都想见到她 同理 厌恶一个人的时候 跟她呼吸同一片空气 都会感到恶心 这次周旭是彻底伤了我的心 而且 听她说话的语气 她追求我 与我结婚 从始至终都是一个骗局 既如此 这样的卑鄙小人 我也不需要留恋 我将离婚的所有事情 都交给了律师 不再回应她的任何电话 以及见面的要求 本以为很快就与她没有交集了 却没想到 他们竟然如此无耻 这天下午 我去接闺女放学 却被老实告知 孩子被爸爸接走了 我当即联系哥哥 然后向家里赶去 刚到家门口 就见婆婆趾高气扬地说 路然 想要那个赔钱货 就净身出户 再把那套房子给我 否则 我就将那个小贱人卖了 让你永远都见不到 话落 她就将一份离婚协议甩了过来 周旭 小贝也是你的孩子 我哭着质问 没想到她竟如此卑鄙 不过是一个赔钱货而已 既然你那么在意 就快点签字吧 她一脸阴狠 仿佛变了个人 我真没想到 她竟然如此心狠 周旭 你不是人 这时 大哥从外面闯进来 挥动着拳头就要揍人 打 有本事就打死老子 那样 你妹妹永远都别想再见到孩子 周旭怒火冲天 挺着脖子在那里威胁 签字可以 我要先见到女儿 为了闺女安全 我不得不答应 并提出条件 她也没为难 当即将闺女带出来 见女儿安好 我毫不犹豫地将协议签下 大哥也动作利落地将孩子带过来 虽然这套房子是爸妈帮着父的首付 但与女儿相比 这都算不了什么 临走时 我转头笑道 对了 忘记告诉你 那套房子已经转到我爸妈名下了 所以 你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听到这话 他们的脸瞬间就变了 不可能 你骗人 周旭发狂地大喊 难以置信 怎么不可能 说来 还要感谢你们呢 要不是婆婆突然生病 我爸妈也不会多了心思 周旭 你这辈子注定什么也得不到 我笑着说出最残忍的事实 放屁 我儿子好着呢 凭着这么大的房子 还有他车间主任的职务 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你呢 破鞋一个 还带着一拖油瓶 往后能有什么好 婆婆得意洋洋 满眼不屑 不就是个车间主任吧 离了我 她很快就不是了 我痴笑一声 亦有所指 呸 就你 也想撤我儿子的职 真是搞笑 婆婆唾骂 满脸嘲讽 路然 真没想到你 也会说大话 往后要是活不下去 就来找我 看在你还有几分的姿色上 我不会亏待你的 周旭不怀好意 神情中透露出鄙视 啪 我还没行动呢 大哥就脚步带风 冲上去直接一巴掌呼了过去 周旭 你就等着后悔吧 我撂下一句话 转身而去 小妹 你放心 大哥一定好好收拾她 敢欺负我妹子 真是不想活了 刚到楼下 大哥就担忧地安慰 大哥 不急 等离婚证到守候 你想怎么做 我都不会拦着 我眼底没有丝毫情绪 即便婚后的生活很不如意 但我依旧想尽一切办法 维持着这个家 却没想到她竟如此不堪 让婆婆装病 用女儿威胁 就为了得到 我婚前那套房子 为了钱 她还真是不择手段呢 原来从头到尾 她都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小人 是我识人不轻啊 不过 幸好我隐藏了自己的家事 否则 还不知道 她有多大的阴谋等着我呢 爸妈知道后 非常生气 老陆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老妈愤愤不平 美眸里涌动着火焰 放心吧 这是我自有成算 不过 自从周旭提出创业 她的目的 好像就是冲着离婚去的 老大 你去调查一下 老爸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胸有成竹 大哥应了一声 就亲自下去调查了 四日九点 民政局门口 手续刚办完 一个穿着短裙 一头大波浪的妖娶女人出现了 旭哥 人家等你好久了 咱们去领证吧 她踩着高跟鞋 扭动着腰枝 就扑进周旭那个渣男怀里 走 飞飞 领证去 周旭搂着她纤细的腰枝 挑眉 看向我 眼里满是挑衅 哟 你就是旭哥的前妻吧 眼镜倒是跟我有三分像 怪不得旭哥会娶你 你也别伤心 毕竟旭旭哥爱的人一直是我 他只是把你当我的替身而已 谁叫我肚子争气 给他生了个儿子呢 如此也只好委屈你了 女人娇媚柔弱 眼里都是鄙视不屑 路过的行人 纷纷围绕过来看热闹 对着我指指点点 突然 一阵气鸣声响起 众人回头一看 就见一辆高档奢华麦巴赫停在了路边 车门打开 是一个见眉星目 鼻梁挺拔 身材高大 浑身上下 散发着上位者气息的男子 好帅啊 这是哪家的副公子啊 是啊 多金又帅气 简直是梦中的男神啊 有这样一个出色的男友 做梦都会笑醒吧 看到是哥哥前来 我心里一暖 哥 我正要上前 却被那个叫什么飞飞的女人打断了 哥什么哥 见个男人就往上扑 还真是不要脸 怪不得会被离婚 他讥笑 满脸讽刺 一旁的周旭却面色尴尬 哥 你怎么来了 不是有个重要的客户吗 我快跑几步 笑着问 客户哪有你重要 大哥一脸温和 脸上的笑如冬日里的阳光 陆正贤 你可真虚伪 为了给路然撑场面 竟租了辆豪车 上千万的麦巴赫呀 真是大手笔 不过 你接下来的几个月 估计得吃土了吧 周旭高昂着下巴 竟勿以为 大哥这身行头是租的 看着人母狗样的 没想到是个斯文败类 李飞飞演一斜 翻了个白眼 满眼鄙视 不过 他好像还不过瘾 竟扭动着腰枝 来到我面前 摆出一副 劝告者的姿态 路然 知道 你被男人抛弃心里苦 可再怎么样 也不能找这样的穷小子啊 嘖嘖嘖 租车 还真不一般的掉价呀 当小三档的 如此理直气壮 我还真是头一次见 看来你的脸皮堪比城墙啊 我笑盈盈地讥讽 瞬间 周围看瓜的群众 都对着他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 他恼怒一声 面孔顿时变得猙瘾起来 可不等发作 大哥就上前一步 不能找穷小子吗 可惜啊 你找得下家 马上就要丢掉工作了 他眼神轻烈 嘴角泛着戏谑地笑 说完 他就拿出手机拨了出去 哈哈 让我丢工作 真是可笑 我倒要看看 周旭不相信 大声嘲笑 可他话都没说完 手机就响了 他疑惑地接起来 不出两秒 他的脸色就骤然大变 什么 我被解雇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他喃喃自语 失魂落魄 一个北漂之人 经过多年的努力 好不容易混到车间主任的职务 虽说这份工作 与那些朝九晚五的国企公务员没法比 但好歹是他立足于北京的生存之本 但这个生存之本却骤然塌陷了 他内心自然十分受挫 他自然是可怜的 但也是可恨的 看到他如此惨样 我心里却平静如水 毫无波动 多年以来 那些炙热的情感 仿佛在一夜之间就烟消云散了 旭哥 你怎么了 什么被解雇 你说清楚啊 李飞飞着急了 不停地询问 我被开除了 周旭神色茫然 对这个事实有些不能接受 怎么会 你不是厂里的老员工 十分受领导器重吗 李飞飞歇斯底里的质问 他之所以在吃回头草 就是看他有北京的户口 还有一份比较不错的工作 加上对自己的情感 他自信能牢牢抓住他的心 让儿子过上稳定的日子 毕竟他再有姿色 可岁月不饶人 要是不趁机找个长期饭票 他跟儿子可怎么活 但沉浸在悲伤情绪里的周旭 根本无法给他答案 突然 他竟气汹汹地冲我而来 路然 你也太狠毒了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 旭哥是跟你离婚了 可你也不用断人活路吧 他面目猙獰 对着我咆哮 滚 大哥将我护在身后 怒声呵斥 就你这样养着别人孩子 还想嫁祸给前男友的女人 不配说这样的话 一句话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尤其是周旭 他茫然回神 顾不上被开除的事 什么意思 陆正贤 你什么意思 他酿呛着来到大哥面前 满眼不可置信地弄问 当年李飞飞为了金钱离开你 的确是怀孕了 但不到一个星期 他就做了流产 大哥邪逆他一眼 话落就将医院的单子 扔在他身上 看完单子 周旭的面孔瞬间变得猙獰 他一巴掌甩了过去 为何要骗我 怒吼咆哮的声音响起 李飞飞顶着红肿的脸 不停地解释 然而却不能平息 对方的怒火 哥 我们回去吧 我开口 实在没心情看他们狗咬狗 但大哥却一脸狡黠 不急 先去厂里一趟 说完 他不由分说 就将我带到了车上 我知道他的心意 是想为我出气 让周旭好好看看 他是如何错失珍珠 本来我不想再跟周旭 有任何关联了 可这既然是大哥的心意 我也不好服去 来到厂里 大哥就带我直接去厂长办公室了 孟厂长看到大哥到来 热情又殷勤 正当我们聊得尽兴时 办公室的大门突然就从外面推开了 孟厂长看到我跟大哥在 他瞬间惊呆 说不出话来了 路然 你怎么在这 好伴想 他才疑惑地出声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跟孟厂天 这个老货勾搭在一起 所以他才开除我的 对吗 你个贱人 竟敢给老子 他话没说完 就被孟厂长呵斥住了 够了 周旭 这是陆总 我们的大老板 整个厂子都是他的 你说话恭敬点 听了这话 周旭眼睛骤然瞪大 难以置信 不可能 你在骗我 孟厂长 为了你的拼头 你竟说这样的谎话 他难难自语 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大哥看不下去了 怒吼一声 闭嘴 然后长腿一脉 闪电般地冲过去 对着他就是一顿暴揍 再敢说小然坏话 我特么作死你 要不是小然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短短两年时间 你怎么能快速晋升 我小妹对你掏心掏肺 你却背着他养别的女人 放着好好好的珍珠不要 非要剪破烂 你特么真是个贱种 大哥一边揍 一边骂 不一会儿 他就变得鼻青脸肿了 然然 我错了 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你原谅我吧 还有小辈 他那么小不能没有爸爸呀 往后咱们好好过日子 我什么都听你的 他几步窜到我面前 跪在地上 不断哀求 你也知道 孩子还小 晚了 我怒目而斥 心里很不是滋味 说完 我就转身离去 回想他贪婪卑劣的嘴脸 真是让我感到恶心 我真是眼瞎了 看上这么一个道貌黯然的人 回到家 爸妈得知周旭的惨状后 脸上总算是露出了笑容 然然 那周旭不是你的良人 你可不能再心软 知道吗 老妈抓住我的手 语重心长地劝告 小妹 妈说得对 那就是个见钱眼开的卑劣之徒 给你提携都不配 放心 你这么貌美如花 还愁找不到男人 回头嫂子给你多介绍几个优质男 嫂子也在一旁笑嘻嘻地打去 爸与大哥虽然没说 但眼里的关切 却藏也藏不住 爸妈 嫂子 大哥 你们就放心吧 我不会糊涂的 我笑着说 眼里惊盈一片 小妹 你能想通 那就太好了 可惜啊 还是让周旭 那个王八蛋 减了便宜 大哥有些叹息 他说的是那套爸妈帮着付首付的房子 当时买的时候是二百六十多万 如今十几年过去 房价早就翻倍了 按照市值 怎么也能有个六百万 我们家虽看不上那点钱 但对于周旭那样的小人来说 还是赚饭了 就在大家情绪都不高的时候 老爸竟笑咪咪地说 放心吧 山人自有妙计 瞬间 大家的注意力 全都集中在老爸身上 谁知 他又神秘地说 走吧 带你们看一场大戏 也该我这个老头子 给宝贝女儿讨回公道了 说着 他就起身 吩咐司机 去准备出行的车 大家疑惑不解 都纷纷跟上 宽大整洁的客厅里 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 一边哼歌 一边高兴地干着家务 她就是我的婆婆 不 应该是前婆婆 对她来说 今天可是一个极其高兴的日子 不仅有了这么大的房子 而且 还要有大孙子了 就在这时 门响了 看到周旭回来 她兴冲冲地跑过去 儿子 累了吧 饭菜已做好了 妈这就端出来 对了 飞飞怎么没跟着来呀 我可是想大孙子了 她没开眼笑 嘚伯嘚伯说得开心 但周旭却粘不拉几 就跟双打的茄子似的 妈 您就别说了 让我安静点 好吗 心情烦躁的周旭 不满得大声嚷嚷 婆婆也反应多来不对劲了 赶忙询问 究竟是怎么了 我被开除了 那场子也是路然大哥的 还有飞飞那孩子 也不是我的种 闷声说出这些话 周旭感觉异常烦躁 挫败 啊 怎么会这样 婆婆受不了这个打击 完全没想到 我竟有如此身世 她正想抱怨 可看到儿子颓废的样子 就不忍心了 儿啊 你也别灰心 路然对你是有感情的 往后你多轰轰她 再说你们还有个孩子 只要你表现好点 她一定会回头的 届时 靠着路家的财力 想要收拾李飞飞那个贱人 还不是轻而易举 不愧是婆婆 一如既往的阴险狡诈 不会 她不会原谅我了 周旭有些颓然 急什么 她在气头上 当然不会理你 等过段时间 她心情平静了 你找机会见孩子 一来二去的不就联系上了吗 即便她铁了心的不理会 咱也不怕 有这么大的房子 什么样的媳妇娶不来 婆婆一脸信誓旦旦 算计颇深 这话说到了周旭新坎上 对啊 她还有这么大的房子 瞬间 她就有精神了 妈 还是您老聪明 她笑嘻嘻 脸上有了笑容 可她的话刚落下 老爸带着我就敲响了房屋的门 哎呀 亲家来了 快进 婆婆一脸殷勤 又是拿水果 又是倒茶 热情的不得了 别胡说 我们可没有这样的穷亲戚 大嫂一张嘴 就将人呲得说不出话来了 冉冉 你回来 真是太好了 你放心 往后我一定好好带你跟孩子 周旭还以为我是来复合的 笑得一脸灿烂 周旭 既然你跟冉冉离了 那就没资格住在这里了 立刻搬出去 老爸霸气十足 但他这一开口 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房产证上明明写的是我与周旭的名字 怎么就成老爸的 我一头雾水 看向大哥 他也是莫名已的样子 周旭更是坐不住了 爸 这房子户主是我 我有权住在这里 当然 您要是愿意住进来 我也非常欢迎 别往自个脸上贴金 谁要跟你这样卑鄙的人住一起 大嫂不满了 立刻回怼 就是 我们陆家有的是房子 还用住这里 你还不知道吧 那个四合院就是老爷子的 大哥紧随其上 瞬间 我看到了他们脸上一闪而逝的贪婪 亲家 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气 但这不怪旭儿 都是我的错 是我太想抱孙子了 一时犯了糊涂做下错事 他们小两口是有感情的 咱们当老人的要理解呀 婆婆流着泪 弯着腰 痛心十足 错就是错了 别拿孙子当借口 就你们这样心思不正的人 这辈子都别想翻身 老妈爆发了 眼底滚动的全是怒火 妈 不用跟他们计较 如今 女热已幡然醒悟 断不会重蹈覆辙 我揽住老妈的肩头 柔声安慰 看好了 这是产权证 我才是房子的户主 老爸不动声色 从包里将一个证书拿出来 我看到后 顿时惊呆了 还真是房屋产权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可能 周旭大惊失色 赶忙跑回卧室 将房产证拿出来 有些慌乱地说 怎么有两个产权证 在众人的疑惑中 老爸开口了 你那本是假的 话落 他就详细地解释了一遍 原来 当年老爸 看我是铁了心的 要跟周旭在一起 为了防止我吃亏 他就故意 将这个房子买下 又费大力气 请人办眼售楼员 银行贷款员等 做了这个局 不可能 不可能 周旭喃喃自语 有些癫狂 没有什么不可能 不仅这个房子 整栋楼都是我陆家的 不信你可以去房管局查看 老爸掷地有声 一脸严肃 婆婆在一旁也傻眼了 她的脸上闪过懊悔 自责 愤怒 唯独没有愧疚 反应过来 她急忙冲过来给我跪下 拉住我的手祈求 然然 你不能这么绝情啊 好歹你们生活了这么多年 就将这房子给我儿吧 反正你那么有钱 也不在乎这点 再说 你都把她开除了 她也算遭到报应了 瞧瞧 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有钱 难道就活该被算计 被欺骗吗 要不是全家人都宠我 在被离婚 还被算计地净身出户后 我带着孩子 日子会有多难 他们又何尝为我想过 爸妈 我们走吧 我有些疲惫 不想再看到周旭 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牵扯 三天内 搬出去 老爸撂下一句话 带着我们离开 由于户主是老爸 周旭只能搬家 虽然房子没了 但他手里还有多年的积蓄 他租了个房子 想要重新开始 但在大哥的打压下 他任何工作也找不到 可能是太失忆了 太愁苦了 他竟然又跟李飞飞搞在了一起 没多久 他仅剩的积蓄 也被李飞飞卷款逃走了 至此 他只能灰溜溜地离开这个城市